miniHot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度假木屋 这是我们的一个创业项目 产品原型建成于2017年 位于杭州郊区的一个生态园内 景临两主古城移植保护区 距离杭州城区大约20公里 这儿没有城市的喧嚣 也没有拥挤的人群 只有看不到尽头的苗木和果树 小屋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外观朴素低调 以至于村民们不知道它有个外号 叫做木屋之王 它被戏称为木屋之王是因为它的一个特色 miniHot木屋的整体结构是由COT木板建成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木板 由木材交错捏合而成 所以强度大 坚固如坦克 同时COT木板适合数字化切割加工 木屋从设计到加工是一体化流程 整体设计的木屋可以分解成组件 运输到现场后 工人们可以快速的安装 miniHot很像一个放大版的一家家具 2017年建成的样品是一个基本的单元户型 它是中国第一个采用CLT木屋结构的独家木屋 木屋9米长3米宽 虽然面积小 但是功能齐全 杭州的春秋两极气候一人 我们特意强化了自然通风 让室内充满微风拂面的感受 miniHot木屋的动力系统集中在一端 通风电力和各种管道统一布置 木屋外挂了机房 放置包括空调户外机 太阳能力边气和电池等设备 木屋的居住功能是开放式布局 大玻璃 引路景观 小中间大 阁楼的屋顶我们设置了天窗 你可以看着星空 或是听着雨声 非常舒适 安静的入眠 2017年7月 那是一个盛夏 集装箱运达杭州 那几天平均温度都是40度以上 工人们经过一周紧张的安装 miniHot的样品 最后终于建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木屋的外立面采用了 碳化木挂板和户外平台木板的宽度保持一致 视觉上从立面到平面形成一个整体 这是设计师强迫症的体现 大面积的玻璃一门将室内空间和露台连成了整体 小空间得到了拓展 周围的景观也不倾自来 成为了木屋的朋友 卫生间有一个直接对外的玻璃门 风情百叶可开可合 听着鸟叫 欣赏风景 这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如厕体验呢 CLT结构的木板直接暴露于室内 成为室内风格的主角 木头味道和树林的景观相得一丈 只能说是自然天成 内外合一 室内的固定和活动家具都采用数字化的CNC加工技术 毛笋连接的画木多层板家具一起合成 MiniHot小中间它的特色也体现在单元固形的组合上 这种组合像是一个细胞的巨变 MiniHot就是一个细胞 可以组合成长成一个有机的度假村落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2019年初 看护果园的当地村民给我们通风报信说 两主移植保护区要扩大 我们的木屋样品在拆迁范围之内 同时2019年底疫情在武汉爆发 我们的木屋项目尬然而止 我们决定整体移走木屋 几近周折 木屋终于安全地转移到了我的一位朋友的农场内 MiniHot修整如新 告别了过去 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就是MiniHot目屋的一生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下期节目 我将会和朋友们分享一个英国建筑师设计的 充满共产主义情怀的理想小物 我是设计师孟永 在惠林顿和朋友们说 下期见